欢迎继续收听长篇都市言情小说句 重生巴林 媳妇有点辣 作者 宝庄成 主要播音 素素青阳 军演讲故事 喜欢本故事记得订阅和关注 感谢您的收听 第253集 外甥女应该会经常在服装店里帮忙 你明天上门去见一见李阿姨 约她去省城逛逛街 李阿姨见到了真人 这事差不多就算成了 要挑儿媳妇的人就是李阿姨 刘芳就是嘴皮子都磨破 乃何刘芬母女在这方面是个鱼目脑袋 夏小兰也是年轻小姑娘 处了个对象舍不得放手 梁秉安懒得再劝 干脆让樊家人自己去看 那樊家人要瞧上了 嫁不嫁也轮不到夏小兰做主 一个当兵的对象扔掉有啥可惜的 现在是年轻不懂事 将来只有感激他这个当义父的 刘芳和梁秉安嘀咕了半天 到了樊家怎么说 刘芳也是琢磨了又琢磨 梁秉安的干部身份 也就在乡下人面前扭气 在河东县 梁家和樊家还差了台阶呢 河东是樊家的大本营 这些年将河东县经营得像铁桶一般 就算外地来的县尊 也要拜拜樊家的码头 不然在河东县不好展开工作 梁秉安这些年职位升迁马马虎虎 他总觉得自己是结婚时没考虑好 如果能和樊家结亲 梁秉安在事业上就不是孤立无援 刘芳和李阿姨一直有来往 李阿姨特别喜欢梁欢 要不是梁欢年龄太小 梁秉安肯定把梁欢嫁到樊家去 梁欢一是年纪小 二来考上大学还有大好前程 梁秉安总想着要利益最大化 她的女儿嘛 等嫁人的时候一定挑个更好的 脾气太差 家里还得好好交几年 刘芳嫌弃自己分道的礼物和外人一样 说要去樊家 刘芳想了想 还是把两盒道乡村的点心和全聚德的烤鸭提上 樊家又不缺点吃的 上门探望总不好空着手去 这年头 铁皮盒的点心看着很是高档 刘芳送得心安理得 咋不能送了 点心和烤鸭不也是她用两罐奶粉换来的吗 当然 她今天要是提着两罐羊奶粉去樊家更有面子 不过夏小兰没主动说给 刘芳也不会厚着脸皮要 李阿姨家在河东县有一处老院子 就在县城边上 不仅是李阿姨在那里住 还住了一些其他人 李阿姨的儿子却不住在老宅子里 县里面给分了房子 早就自己当过的 樊家在河东县扎根好多年 老院子的年头也挺长 说是在县城边上 其实门口的路特别平坦 每次刘芳到樊家来 都会嫌弃自己的房子小 樊家独门独院 明明是在县城边上 却比农民人的房子还大 樊家的房子也和农村的房子不一样 虽然顾及着影响不好 没有大肆盖楼房 可平房和平房 它也大不同啊 进了大门就能看出来 院子是精心维护的 头顶的大树上了年头 夏天时特别凉快 院子里还有个水池子养着金鱼 看了这鱼刘芳才知道 原来有人养鱼 并不是为了吃 红红黄黄的鱼 在铺了鹅卵石的池子里畅游 阳光好的时候 这一池子波光凛凛的 瞧着多富贵啊 外甥女儿夏小兰 就要嫁进这样的人家 偏偏二姐和外甥女儿都不领情 刘芳也是呕了一肚子气 夏小兰长了那样一张脸 不趁机嫁个好人家 难道要嫁个大头兵 男人在外地当兵 剩下小兰在村里种田 女人娇嫩的肌肤 可经不起风吹日晒 没人比刘芳清楚 嫁对人有多么重要 她要是不嫁给梁炳安 现在肯定也在乡下种地 樊家不仅院子里雅致 青砖老房子里面 也大有乾坤 刘芳提着礼物上门 李阿姨很高兴 留她在堂屋说话 堂屋有新式的吊顶 地上也铺着地板砖 还摆了沙发和圆茶几 靠墙有张高桌子 上面摆着一台17寸的彩电 彩电上面盖着白色的蕾丝布罩 这年头大家对贵重的电器都如此 樊家也不例外 布罩蕾丝布咋能行呢 电器落灰了 坏得快 樊家在河东县持地投舌 不过樊家人还真没有干个体户的 他们家的钱也不是敞开用 和一般人家比 却有特权 别的不说 夏小兰要是嫁进樊家 初中毕业农村户口咋了 马上能给安排个体面轻松的工作 这念头 就是给再高的礼金能有安排工作实惠吗 李阿姨六十出头 不过保养得挺不错 看上去要比十几年龄小不少 头发也是定期局染 脸上的皮肤比较白 人长得挺富台 这年头想不瘦都难 倒是能长胖的人 除了体质关系 肯定是生活无忧的 李阿姨手上还戴着个翠绿的镯子 刘芳嘴巴田经常排马屁 李阿姨瞧见她来就很高兴 你来就来 还带啥东西 一会儿都给提回去 亲戚从京城给带了两盒点心 这不是想给您尝尝吗 又不知道啥钱 您可千万别叫我提回去 我们家老龄啊非得骂我 说呀我不会办事 刘芳长得好看 说话也俏皮 李阿姨也有凡家人都有的毛病 喜欢长得好看的人 长得好看还能经常上门来奉承 李阿姨能不喜欢吗 她喜欢刘芳 都喜欢到想把刘芳的女儿 讨进门当儿媳妇 欢欢的丫头也长得好看 不过年纪太小了 李阿姨对着儿子一提 她儿子没同意 才是六岁 是挺小 李阿姨不介意等两年 高中毕业也是大姑娘了 到时候她要和刘芳当亲家 刘芳就不能叫阿姨了 改个称呼就成 不过刘芳之前说 梁欢确实是一团孩子气 嫁进樊家根本帮不上忙 别给樊家丢了人 倒是她有个外甥女儿 比梁欢大两岁 人长得十分漂亮 除了是农村户口 人是挑不出一点毛病 说得李阿姨动了心 樊家在河东县也算走到顶了 又不指望着联姻 女方是农村户口算啥 李阿姨喜欢听话 又漂亮的儿媳妇 对女孩的家世还真不挑 听说比梁欢大两岁 李阿姨挺满意 那今年就该满十九岁 明年就够结婚年龄了 别人结婚不讲究 李阿姨的儿子不可能不领证 影响多不好 正好把人先接进来 李阿姨亲自交一交 今天刘芳又来 应该就是提这件事 果然 刘芳把笑笑蓝夸得 天上有地上无 末尾才提一句 就是乡下丫头没见过世面 你说我也不能把这件事情 说得太清楚 透了一点 她和我姐都不敢判这么好的心事 李阿姨转着手上的翡翠镯子 山不来救我 我就去救山 她在哪里 我亲自去看看 你别吓着人家小姑娘